不可饶恕 内蒙古一所专科学院的女生宿舍 发生了一起极其恶劣的校园欺凌事件 只因其中一个女孩不愿意一起去酒吧 就被宿舍剩余的七个女生暴打 身上全是伤痕 后来还被确诊为抑郁症 女子父母知道之后心疼无比 随后直接报警处理 平平是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 专部一年级的一名学生 因为一直比较喜欢孩子 所以才选择了幼时专业 本以为来这所学校的女生都是平易近人的 毕竟以后都是要教育孩子的 可是让平平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里却成为了她的噩梦 平平宿舍一共住了八个女生 除了平平非常内向腼腆以外 剩余的七个女生都是那种大大咧咧性格的 而且经常在外面看着是惹不起的那种 也正是因此 平平在这个宿舍也是遭受了不少冷眼 其他女生都觉得她不够合群 为此她找过老师要求换个宿舍 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了 她也跟父母说过这件事 但父母则认为多磨合磨合就好了 都是同学没必要避而远之 但是父母和老师都不知道 如果当初将平平换到另一个宿舍 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恶性事件了 2023年4月6日 宿舍的童某邀请平平一同去酒吧玩 但是平平从来没有去过 并且对那种地方也不感兴趣 于是就拒绝了童某 或许是觉得平平故意装的 又或许是觉得当众被拒绝 面子上过不去 于是就叫上另一个女生郭某 开始对平平进行辱骂和殴打 打完平平 童某还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转身就走了 由于受伤严重 平平在地上爬了好久 才艰难的爬起来 躺在床上 但是休息了很久 仍然是觉得疼痛难忍 于是就让同学帮忙联系自己的父母 是王阿姨吗 平平她在学校出了事情 您赶紧过来一趟吧 同学打电话给平平母亲王女士说道 挂断电话之后 王女士很快就赶到学校 只见平平浑身都是伤痕 脸上还一片红肿 看着躺在床上浑身颤抖的女儿 王女士心疼至极 在得知事情经过之后 她质问宿舍的童某为何要打平平 但令平平和母亲都没有想到的是 童某竟然还觉得此事没什么大不了 于是一口否定了 表示自己没有打平平 那些伤是平平自己弄的 看见童某的嘴脸 王女士当时就想一耳光甩在她脸上 但理性还是制止了她 随后王女士将女儿带到了医院进行检查 并且报了警 让警察来处理此事 随后医院的检查报告显示 平平的头部 胸部 腹部 下肢 多处软组织损伤 看着这份检查报告 平平的父母实在是气愤不已 他们难以想象几个教育专业的孩子竟然会如此心狠手辣 更让平平父母伤心的是 经过鄂尔多斯市精神卫生中心对平平的评估 最后认为平平已经患有严重抑郁症 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心理治疗 而经过警方多方调查 王女士才知道原来女儿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打了 根据同学的反应 童某和郭某经常拿平平当作出气筒 动不动就打平平 就连上课迟到了 被老师骂了 回到宿舍也要打平平 当警方找到平平班主任的时候 班主任却表示 平平这个孩子太内向 平日里不太爱说话 所以被打了也没有跟学校反应 所以学校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童某和郭某等人的校园欺凌行为 显然已经是构成了故意伤害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的规定 警方依法对几人进行了行政拘留和1000元罚款 不过由于未满18岁 所以行政拘留不予执行 不过两人已经年满16岁 所以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 随着此事不断发酵 学校也对以同某为主的四名学生 进行了全校通报批评 并开除私人学籍 至于平平的班主任 也被学校停课停职 并按相关规定程序 做出纪律处分 毕竟在自己班上 发生了这样恶劣的事情 但他却毫不知情 自然是没有做到一位班主任应尽的职责 此事一经曝光 也是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很多人都对平平的遭遇感到同情 同时他们对同某等学生的行为 也表示不能容忍 大家都纷纷表示 这几个施暴者就是女魔头应当严惩 其家庭应该向被欺凌者公开道歉 承担全部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 作为此事也给了我们一个警醒 作为父母 一定要多关注孩子们的日常 如有一场情况 一定要及时弄清楚原因 而作为老师和教育部门 一定要重视校园暴力的治理 因为一旦发生 诸如平平这样的校园欺凌事件 那受伤的不仅仅是身体 更多的是对孩子们人生 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摧残 让他们落下终生的心理阴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